我叫思維傑 之前有玩 有那個音樂人的身份 所以之後的作品面 就是比較會 有很大一部分是跟 聲音跟 電子音樂 或是一些 軟體技術的 層面會很有興趣 就是程式跟電子的強處 是它可以去建立很多 平台跟演展 然後你 我那時候想把就一定想要跟 舞者合作或是跟 劇場跟其他 跟我背景相 不相關的 領域去合作 那種感覺就是有點像 你帶著你的 機器然後去跟 別人學東西 然後就最後 我希望是雙方都進化 我是傑欣 木子李 清潔傑欣欣想我的心 然後我主要的部分 現在等於說我是一個自由舞蹈工作者 所以我其實會在各團隊 主要就是幫人家做 邊創邊拍然後邊舞的東西 我們兩個的合作方式 其實並不是一個 一家的思考方式 因為我們兩個各自有各自的東西 各自的領域 我們必須得剪掉自己的東西 才能合在一起 聽到那個音樂 對我來講 它是一個很矛盾 因為電子 它是一個電子的節奏 電子的東西 讓我感覺就是很重複性 然後它很規律 然後好像會堆疊 就大概有像這樣的三個元素 所以在遇到身體的時候 我本來是跳比較有點 我是主修現代 那可是我事實上學了 民族古典的東西學了二十幾年 所以在我身上會出現的 有這個就是那種 有種數位音樂的東西 會讓我身上 起了另外一種新反應 甚至我覺得好像會跳 一種感覺是 我好像沒有看過我自己的樣貌 然後呢 可是鋼琴 它又回到了古典的聲音 因為它一敲下去 那個聲音 你聽得到 就是一種很古典的音色在裡面 這兩個東西並存 它就會有一種矛盾 然後我也可以感覺到 我的內在身體 有一個兩邊的 糾葛就是 好像兩個人 可是當時候我在試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身體起的反應 可是事實上我要顧慮的 還有影像是 它用一個影像去抓我 所以我透過這樣近跟遠的關係 它產生出一種 畫面的未差 然後我那個音樂裡面 就可以出現了 這一個落差的 等於說我揮那麼大一個手 它可能就會有個聲音 比如說這樣 然後如果這樣 然後如果這樣 那樣即興的東西 即興的東西 你可以去感受 就是感受很多 感受自己的內在感受 可是它那個是 它的那個敏銳 甚至你還要記起來 以前的記憶 然後你是當下馬上編舞 然後你要甚至是 你上一段跳過的動作 馬上要再重新複製一次 好玩的是你可以看到 這個聲音是怎麼發生的 你可以看到鋼琴在動 然後就是現場的動 然後因為那樣子 所以你聽到這樣 我自己的想像 就是很像是我走到了一個 好像是一個小屋裡面 這個空間裡面 你走進去 這時候會有影像出現 好像有一個鏡像的人 你很像走到那種鏡子有沒有 鏡子那種鬼屋啊 或者是哈哈屋啊 這個人好像是你的另外一個 一個樣貌 然後你不斷在動的時候 他會一直記憶你所有的東西 就很像想像 你可能見到一個地方 你怎麼跟我長得一模一樣 我跟你在講話 可是這個人一直在重複你的話 我對劇場還有一些 很多表演藝術的感覺是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添加了太多的 嗯 主觀意識或是 刻意要引導觀眾到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去 那我覺得機械在裡面 跟程式這些互動的角色是一種 是一種很真實的反應 就是這種從純粹的動能轉成聲音嘛 嗯 就是一種沒有音樂性的 的結果 就要回到我剛剛講的那個 真實 什麼是真實 我覺得那個 我 這就是我 用這些材料 跟我為什麼要 選用這種方式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呃 原因啊 因為我覺得 我要這樣做就是要去除那個 那個故事性 就是 我 我不會 我不喜歡 那些 呃 表演 然後它是建立在一些 呃 有 有 storyline的 一些 讓 先入為主的一種 導向方式 我覺得 那些故事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為什麼我要 我要去看這個故事 我覺得 就是 宇宙萬物都是一些 呃 數學的那個 反應 然後我們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然後 那我覺得 那 基於這樣的 觀念下面 我覺得 要做一個表演 就是要從零開始 就是 不要有任何故事 不要說我是 呃 也不要有任何風格 我覺得風格也是一種故事 然後 所有 所有的 我們就是在一個沒有基地的一個情況下 跟觀眾也是 所以觀眾跟我們一樣 我們 跟觀眾一樣是一無 對接下來要發生什麼事 也就是一無所知 然後所有的 呃 東西都是在那個當下去建立的 然後去 我丟給他什麼 他丟給我什麼 然後才會有故事 所以這故事是 從那個當下 呃 新建立起來的 那我覺得 這個才是 呃 一個 就是一種 產生一種 新的意義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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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